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讯码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再录一期 Ubens Linux视频 因为最近确实没有录这个系列视频 因为最近我们公司正在做服务器更新 由这个12变成16 正好我也接触了一下 所以赶紧做一个视频 把自己的知识点都保存下来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首先我从Ubent的官网下载4W版本 然后在虚拟机中进行安装 我的虚拟机选用的是Oracle的VirtualBox 我觉得这个虚拟机是非常的好用 也推荐给您 然后再讲一下 Ubent server的系统更新的方法 这个以前我在做12还是14的 系统安装的视频的时候 给大家讲过 内容完全一样 也可以参照以前的视频 好 咱们先看一下server下载 这是它的官网 咱们国外 我不知道是通过哪个网站下载 反正这个网址呢 是它的官方网站 可能咱们国内还要加个CN是吧 点 扣不点CN 这个我不太知道 反正我从国外下的话 都是这个官网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 不要蒙骗 不要别人蒙骗 有说 有的这个第三方说 你从我而下吧 我而下快 其实它里面 这个ISO里面内置了 它一些个默认的程序 就像有的安卓手机 内置一些程序 删不掉 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推荐您既然是用在生产环境 那一定要从官网上下载 好 这是一个小注意 然后呢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咱们这个server 其实有很多的版本 我推荐您使用这个LTS版本 为什么使用LTS 因为它是这个 long time support 长期支持版 它会获得 咱们如果用这个版本的话 会获得五年的免费的软件 和这个安全补丁的升级 非常的方便 在市场宽境中 非常的推荐您使用 好 咱们先手机再往下看 新银机安装 今天咱们把这个 Ubuntu Server 16 LTS 安装到Oracle的Virtual Box里面去 咱们看看这个实际的安装过程 然后系统更新 这个我在以前的视频中也讲过 就是这么两个命令 update upgrade 它会给咱做自动的系统安装 这个因为是LTS版 所以这两个命令能够使用五年 没有问题 好 那咱们先少去看一下 具体的安装过程 我这提前做好了一个 这个Oracle的Virtual Box的虚拟机 而且也下载了最新的16 LTS版本 那咱们就安装一下 试试看 这个地方 因为我过程中一般选英语 您也可以选这个简简中文 但是我就选英语 好不好 Go 咱们试试一下 其实在这过程中选哪个语言 应该都无所谓 你只不过是在这个系统字符集中 你配置一下就可以了 对不对 我看 这是说安装语言 咱们就装英语算了 我看每个国家 咱们选 咱们选香港吧 是否检测键盘 我选择不检测 因为我是这个 日本键盘 所以我呢 不愿意检测 我就按照这个英文键盘 往下走就算了 因为有时这个日本键盘 但布局和日本键盘不一样 有时选错的话 会导致你使用这个键位的错位 其实不是很方便 还不是像咱们国内 就直接用这个美式的US键盘 更放心一些 不过也无所谓 我现在都适应了 我现在拿日本键盘 我直接按照这个美式键盘 这个layout敲 也能使用 它这个地方应该是不慢 我看 我这个机器是 3.2G双核 然后是16G内存 我给这个虚拟机分配了一个G内存 然后我后面这个 跑的这个教学文档 也是个虚拟机 是Win10的虚拟机 也是分配了大概4G内存 就感觉整体 这个机器速度还不是很慢 好 咱们看 这要数一个 您要装的 这台Ubuntu Server的服务器名称 比如说 咱们叫这个 Web1 网站1 因为咱们在这个服务器的机型中 可能会有很多台服务器 咱们就是说是 这个是Web服务器 其用一号机 好不好 咱们就这么假定 Go 服务器名 然后起一个用户名 用户名我叫Koma 我就叫KomaAdmin 那请看 KomaAdmin 这是我的用户名 然后这个是说一遍 我的账户名 咱们和用户名保持一键 就叫KomaAdmin 这个地方输入一个口令 这个咱们 我推荐您输入 最好是14位以上 不过在这个生产环境中 我不推荐您使用这个口令认证 推荐您使用这个证明书认证 这是另外的话题 咱们再看 这个地方就是说 你是不是加密你的主目录 以前啊 什么叫以前 就是说我几年前 我都喜欢说加密我的这个主目录 这样不安全 对吧 你加密别人进不来 后来因为我在这个生产环境中 跑了一些个后台的批出去程序 发现如果是加密主目录的话 有很多的这个证明书文件读不到 所以我现在在装这个sero版本的时候 我一般选择我不加密我的主目录 这我以后一般做视频 一般放点背景音乐 很遥险的枯燥 咱们再往下走 我不加密 现在是说正在从网络服务器 时间服务器给我取得时间 我看他能认对了 他认对了 大家可以看 这第一行 就是说我现在在这个亚洲的日本东京 所以他认的是Tokyo 这个没有问题 时期是有正确 时期正确的话 现在是检测磁盘 然后发现新硬件 大家这个地方也非常重要 这就是说咱怎么规划咱们磁盘的分区 我极力推荐您使用第二个 使用整个磁盘 同时使用RVM RVM是什么呢 是逻辑卷标管理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咱们服务器 对吧 一般可能会有多个硬盘 不像咱们一般个人电脑 只有一个硬盘 只有两个硬盘 对吧 服务器可能多个硬盘 可能有五块有十块 咱们把这五个十块的 这个硬盘呢 逻辑成一个分区 或者说逻辑成多个分区 然后呢通过咱们的这个挂载 来进行对多个硬盘呢 进行管理 这是后面的话题了 如果以后有时间的话呢 我专门再做一些关于RVM的话题啊 这个足可以做一期 好咱们再往下走啊 就选第二个 然后这硬盘没有问题 21.5G 是不是写入硬盘 当然要写入硬盘咯 在硬盘中写入RVM 因为我这个虚拟硬盘是20G 所以呢 这地方检测出来是21G 没有问题 稍微有点误差 接下来是否写入硬盘 分区信息 当然要写入 yes 正在安装系统 拷贝数据到硬盘 硬盘 硬盘 硬实化工具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现在选的是硬盘安装吗 我在网上看过 就是说其他朋友安装 选的是重盘安装 或者说是其他硬盘安装 有可能在安装过程中会报错 有可能我还没遇到过 因为我一般都是 我这本安装过 没报错 但是我其他同事说报过错 在安装分区之后 有报错情况 我目前还没遇到过 等遇到过的话 咱们再考虑该怎么解决算了 一般不过 一般我都选用硬盘安装 然后在软件中 我在设置多语言 比如说设置成汉语 或者是日语 比如说我们用数据库 用PosalGrid 在里面我输上UTF Code 应该也是可以支持多语言 因为系统本身的话 我觉得还是纯粹一些 做成英语的话 应该是更稳定 更快捷 我认为 个人一个小经验 我不喜欢把这个系统 最底层做成各种各样的 杂一杂八语言 我不是很喜欢 特别是服务器系统 你说个人的本地的桌面系统 这可能无所谓 服务器系统的话 还是应该让它更简单 更快捷一些 更好 好 咱们现在是正在 我看这干什么 设置一个HT代理服务器 咱们没有代理服务器 咱就直接过 拷贝 APT APT是Ubuntu的 Ubuntu 国内应该怎么叫 Ubuntu是吧 也是Ubuntu的包管理器 APT 然后日本的管Ubuntu 叫什么 叫Ubuntu 不是特别好听 反正我听的不习惯 咱们国内不知道叫什么 应该是叫 我查过叫 优其林 优其林不好听 还是叫Ubuntu Ubuntu 就是说 直接把这音给译过来 反正我就喜欢叫Ubuntu 但是这个 官方怎么翻 我还真就不知道 它现在是正在设置 APT 就是说这个软件包管理器 这像它装本 咱们不管 咱们再看我这个文档算了 今后的预定 是这样 我今天不是安装了一个Ubuntu的服务器版本吗 然后今后我还会再做一些其他课程的讲解 比如大家请看 这个数据库系统Postgre 还有Mongodb 这个是面向文档的分散型的数据库 非常的有人气 然后是还有这个Git 这个RR 这个是Lubian Rails 还有这个NomeJS等等吧 以后我准备再开各种各样的课程 这课程我都会运用到Ubuntu的Server 所以我今天装这个Server 也是为今后的教学做一个铺垫 今后都会用得到 咱们随用随讲 然后今天我的课程 也都会放到看中国的服务器 供您参照 让我这个小马视频频道 以前我在这个地方贴的是Uku 和YouTube的网址 其实我自己又建了一个个人主机 建了一个个人网站 以后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访问我的这个网站 我现在这个网站 其实现在还非常的简单 今后我会丰富这个网站内容 把我做的视频 在我这个网站自己的官网中 做一些一个归类 也希望您能够关注 好 咱们看我这个Ubuntu装完了没有 这个地方装IPT有点慢 那咱们稍微的等一下吧 这个看来是虚拟机 我在跑个人的 我在跑我们公司服务器时候 刷刷的 一会儿再装完了 跑这个是有点慢 其实我们这个所谓的 我们公司服务器 也是从这个 因为我们用的是这个 亚马逊的AWS的服务 也从里面开一个实例 然后做的这个服务器 然后它的这个平台感觉 还真的是挺不错 不过类似于咱们国内的阿里云 阿里云也应该也是这种 Web Service的服务 其实我觉得以后 这个不管是哪个公司吧 是大公司还是创业公司 应该都是 不是自己搬机器 搬机房这么做了 都是使用这种云服务 然后咱自己去框架一些 咱们的这个业务结构就好 这是今后的一个 真的是一个发展方向 真的是到了云时代 包括以后的物联网 都会用到相关的技术 而且Amazon这个AWS的服务器 在国内应该是有好多的据点 好像我知道是杭州还是哪 就应该有它一个IDC 反正我推荐要创业的朋友 还是说给公司提案的朋友 推荐您使用云服务 而不要说自己去计防又搬机器那样做 那样维护性也不好 而且呢 更新这个数据更新 硬件更新换代 也是非常的麻烦 我反正我是极力不推荐 好咱不说 看这个 这是我选择一个任务 这是说系统中有更新 问咱怎么做 第一 不做自动更新 第二 做安全更新 然后呢 这个第三个是通过这个Lance 我肯定选这个安全更新 肯定要做 因为是这样 咱们服务器多的话呢 你每个机器如果都手工做的话 太麻烦了 我一般是通过这个 Nagios 不知道您知不知道 Nagios 进行所有的服务器的监控 然后进行更新 然后对安全更新来 没有说的 当天手工 当天自动更新 我一般安全更新 不用这个手动更新 所以咱们选择中间那个 安全更新 让它自动进行 Go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很重要 这个是手册包的安装 第一个是药 第二个是DNS服务器 这个一般用不到 咱们几乎用不到 所以这个跳过 这是LAMP服务器 这是PGP加MyCircle Apa齐 这个我肯定不要 我就不太喜欢MyCircle 我一般喜欢Postgray 好 接下来是邮件服务器 这个应该是装Post 这个是装Postfix 这个也不要过 这个Postgray数据库 这个我非常喜欢 但是今天不是咱们的讲解范围 所以不做 桑巴服务器 这是说Linux和Windows 进行文件共享的一个服务 咱也过 这是标准的服务 这个标准的系统的使用程序 这咱选上 讯息主机肯定不要 大家请看 OpenSS 这个是必须要 你不选的话 你从别的机器怎么连过来 对不对 通过 应该是通过SSH 这个SSH的Terminal 进行连过来 好 咱们就装这么默认的三个 好 咱们Continue 这个标准还是比较快 我不知道有的朋友可能说是更喜欢用这个CentOS或者说是用红帽是吧 红帽是由企业版 那个是收费的 一般创业公司用的很少 都是大型企业 几千人那种要求非常非常的稳定 而且不怕花钱的那种企业可能会用到红帽 一般 反正我接触的这个公司 我接触的我朋友都是小公司 没有用到这个红帽的 用到这个CentOS的有一部分 然后用到这个Ubuntu的有一部分 也别说没用到过红帽 以前我们公司还搬掐的时候 搬掐手第一次做系统呢 用的是红帽的企业版 当时是多少 六点几还是几 我忘了 然后呢 我呢 给他这个做系统一行吗 我就极力反对用红帽 然后我给他用的是这个Ubuntu 当时用的是12 LTS版本 然后用到现在 因为他是 咱算算 我是12 他支持5年 2017年 正好我现在需要装16 需要装系统 您这么就算过来了 对吧 其实现在 我现在要给他做全方位的系统更新 由这个12变成16 12加5 17年就应该结束 所以我呢 现在给他做更新 做成16 再加21年结束 还要再更新 大概是这么一个算法 所以现在正在做更新 您看 如果是咱们要是用亚马逊的服务的话 但是他有没有这个服务 我不知道 就系统和 就说咱们在用的一台服务器 系统核心 它自动给咱升级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我估计应该不行 但是用到这个孕妇的话 有可能有一天会行 那样的话咱们网管就要失业了 其实现在我们公司网管真的是 有点失业 他们就天天就是搬机器 修机器 其实在这种设计 这个服务器上面 还真的就不是这种网管这个部门的事 是我们开发团队的事 这是完全的分工不同 以前都是这个网络部门的事 对不对 好咱们不说 看这个 Ubuntu快装完了 我的机器其实可是不慢 不过我这个内存给的少些 我才给一个G 会不会有些什么影响 好嘞 怎么会这么慢 现在是在装这个 这是在装这个引导文件 这个就是为了让咱们系统有多引导功能 但是这东西在这个生产环境的服务器中 不可能用得到嘛 对不对 除了咱们个人机 我又想装个Windows 又想装个这个Linux 又想装个Ubuntu 还想装Santo 还想装红帽 那您可以使用这些东西 一般来说 生产环境不可能用到这些东西 对不对 然后关于这个Linux管理的一些小智识 小常识 我在今后的视频中 也都会给您讲解到 他说我这个系统已经装完 让我呢 我说的不对啊 他说这个装GRU 把它放到我的主引导记录当中 这个肯定是 够 主引导记录嘛 你没有这个主引导记录 此番怎么启动吧 对不对 装到GRU 应该就说是最后的最后了 完成安装 Finishing the installation installation 我这个英语真的需要加强啊 仅仅是个四级水平 当时考六级没考下来 现在大学 咱们国内大学应该还考四六级是吧 我看啊 安装完成 让我拿出CD room 那咱们拿一下啊 因为是咱们用这个虚拟技术非常简单 我在这个地方 选 这是不是已经拿出来了 Remote disk from watch 应该是 应该是已经拿出来了是吧 好那咱们启动一下啊 大家看我用的就是Oracle 不 Oracle好像 很多人对这个Oracle的评价不是很好啊 我感觉数据库确实是 还不错 但是呢 像我们公司不是很大 一二百人的公司 用Postgre 感觉非常的稳定啊 然后Oracle又收购了My Circle 估计My Circle今后的命运 应该也说不好 所以我呢 推荐大家 如果用这个 如果是给这个公司推荐 这个税库选行的时候 如果公司不想花钱 我就推荐您使用Postgre 什么叫Postgre 就这个 就这个 这个税库非常的方便 反正我现在是非常喜欢 它也是关系型的数据库 好咱们说 我再登录一下 我感觉是 comadmin 口令式 好咱们登录进来 我看一下啊 然后呢 这个地方 以前我做过 但是今天呢 我给大家也做一下吧 做一个系统更新的文件 不好意思 做一个系统的更新的文件 稍等 Nano 我一般使用Nano 但是有很多朋友 使用VI 这无所谓啊 个人习惯 Nano 然后敲上S2 aptguide update S2 aptguide upgrade 这么两个 然后退出 看一下 下面这个最后一个文件 就是它up文件 然后给它加上一个 可执行属性 我的加号在哪 我这键盘又坏了 加个新小属性 然后执行一下 它需要管理员权限 咱们把刚才的命令 把这个password再输一遍 好 这样的话呢 咱们通过这个命令 就能够在五年之内 Linux 这个Ubuntu呢 给咱们做自动的系统更新 非常的方便 两行命令15年 解决了网管几乎80%的工作的 困扰的问题 非常推荐给您啊 好 我看现在这个系统的 这个安装包 估计还在花很长时间 那我呢 这个视频就不等了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这个安装包完成之后 应该这个系统呢 安装就算完成 今后呢 我在其他的教学过程中呢 会用到这个系统 也希望您呢 持有关注我的视频吧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